好了,那我现在要连作文吧,那我先热圣一下,用这个课本热圣一下,OK? 课,植物会出汗,课文,植物会出汗 炎热的夏天,踢完一场球赛,每个队员都已经是汗如雨下 如果这个时候能到大树下歇一歇,喝口粮开水,吃个冰淇淋,放松放松肌肉,缓解一下疲劳,那一定是件美事,可以很快恢复活力 不过你知道吗?我们之所以能在大树下享受这种湿润阴阳,也是因为大树在出汗的 人体要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一旦温度上升,大脑就会指挥我们的身体,赶快出汗 这时,所有汗线开始工作,汗水就从毛孔里冒了出来 大树出的汗,通常是从叶片的气孔里冒出来的 不过,这种出汗可不是为了降低温度,而是为了运输养分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常识,植物的根会吸收养分和水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植物是怎么控制这些成分,把它们运输到十几米,甚至上百米的树梢的呢? 最初,人们认为大树是通过毛细作用来提水的 所谓毛细作用,简单来说,就是水会顺着很细很细的管子向上爬 我们在家可以用一个比较细的玻璃管体验一下 玻璃管越细,水爬升的高度就越高 可是,经过测验计算发现,以大树输送管道的尺寸产生的毛细作用 根本无法把水分送到几十米高的地方 实际上,大树利用的是枝干顶端的那些叶片 叶子通过不停地向空气中释放水气 迫使树干中的水分自动前来补充 这样节节传递,就像是把树根吸收的水分给抽了上来 因为跟蒸腾作用有关 这种特殊的提升力就被称为蒸腾拉力 不过,这个大树内部的供水系统具体的运转状况是怎么样的 它们遵守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拉力 到目前还是个谜 OK 觉得读得不错 先拍一下 OK,那我打开了 我的确定应该看什么 这个 他好像在美国 觉得他的视频有意思 但是 觉得我是美国人 所以不用看 用跨学科 科斯维 找工作就没有 就没有找不到工作的专业 读博的真相 韩话 等下 OK,我选择这个吧 OK 毕竟的朋友们大家好 前几天在直播的时候呢 有一个话题 我们互动的非常的激烈 叫什么呢 就是 建不建议读博士 或者读博士这件事 本身是喝水这个问题 我想在这儿跟大家聊一聊 作为我自己的话 我本身还是非常建议 普通人去读博士的 什么叫做普通人呢 我来定义一下 普通人就是指 你自己的家庭背景 你的能力本身 在你读这个书之前 根本不认识 你行业里面相关的人 你们家 不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 然后你干的这些事情 你的事业 他们是帮不上一丁点忙的 家庭累积不够深 是吧 然后也没有什么 其他丰厚的资源 那这一类人 可能就是普通人 就和我们一样 是吧 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都是一样的 对于普通的朋友来讲的话 我比较建议去读博士 有的人呢 家庭背景深厚 对吧 他可能大可不必 在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 去付出如此大的一种折磨和苦 去干这样一件事情 对他们来讲 可能这个成本和收益的比例 是不值得的 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 为什么值得呢 他给你累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 叫做门槛 他能够帮助你去在就是好事里边 又有门槛的事里边求得一个机会 你想想 如果说不是大学教职 要有一个门槛叫做博士的话 我们这种普通人 有几个人能够进入大学去教书呢 这个门槛极大程度上面帮助我们实现了找到一份累积性的工作 这样一个小目标 什么叫做累积性的工作呢 就是这个工作随着你的年龄的不断的增长 日子有功 过一天有一天的功劳 它在不断的累积性 而市面上很多的工作 它是消耗你的 它消耗了你的青春 消耗了你的年华 而你随着年份增长的经验 又不是一个非常强的正相关 可能前三年正相关 然后之后就是这样 之后可能这样了 所以这种累积性的工作 又加了一个门槛的话 我觉得还是对于普通人非常非常大的福利和庇佑 同时呢 我觉得还建议大家思考的时候 可以想这么一个方向 我们都会去衡量性价比嘛 这个很真实 对吧 也很能理解 如果说大家不去读博士 有一个自己非常心爱 然后有召唤 有理想 然后或者说 哪怕你觉得躺平很舒服的这样一个工作 就适合你的 你开心的 你如意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可以不去读 甚至可以不读研究生 直接就去工作 但是对于好多人 没有什么喜欢或者不喜欢 对吧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念想的时候呢 我还是建议你既然读了研究生了 就去读个博士 By the way 我这里插一句啊 经常有朋友来问说 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读个博士 我觉得你这个话的语境语调 和我理解的此时此刻的这个 市面上的现实是不符的 市面上的现实是什么样呢 是你一个人想要在研究生毕业以后 在国内或者是国外 是吧 现在奖学金也非常少了 然后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博士的这样一个位置 就是博士候选人的这样一个位置 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 所以你的问题并不是说 老师我是不是应该去读个博士 而是应该尽快去做了决定以后 去寻求谋求求得一个博士的position 好了 毕正的朋友们 那我来试试 来试试印字更多 OK 大家好 前几天在直播 怎么了 OK there we go 毕正的朋友们大家好 前几天在直播的时候呢 有一个话题互动的非常激烈 就是建不建议读博士 读博士这件事本身适合这个问题 我想再跟大家聊聊一聊 作为我自己的话 我本身还是非常建议普通人去读博士的 什么叫做普通人呢 我来定义一下 普通人就是指你自己的家庭背景 你的能力本身 在你读这个书之前 在你读这个书之前 根本不认识你行业里面相关的人 行业里面相关的人 你们家不在这个行业里面生耕 不认识你行业里面相关的人 你们家不在这个行业里面生耕 然后你干的行业里面相关的人 你们家不在这个行业里面生耕 生耕 给这个字 我找不到了 走看了一遍就打 找不到了 打开字典 OK 第一个是生 生 对吧 生 第二个 看起来想讲 生耕 啊 耕不是耕 我写 我打了 生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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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不在这个行业里面生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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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干的这些事情 你的事业 他们是帮不上一定忙的 家庭累积不够深 家庭累积不够深 是吧 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分厚的资源 那这一类人可能就是普通人 就和我们一样是吧 就和我们一样是吧 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对于普通的朋友 对于普通人的朋友来讲的话 我比较建议去读博士 有的人呢 家庭背景深厚 对吧 他可能大不可 读博士 有的人呢 家庭背景深厚 深厚 他可能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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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读博士 有的人呢 家庭背景深厚 对吧 他可能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在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 去付出如此大的一种折磨 和苦去干这样一件事情 对他们来讲 可能这个成本 和收益的比例 是不值得的 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 为什么值得呢 为什么值得呢 他给你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 为什么值得呢 他给你累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 宝 他给你 非常值得的 为什么值得呢 他给你累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 宝贵的东西 OK 需要把这个麦克风 就挑战一下 我声音很大 但是这个视频声音很小 嗯 怎么办呢 怎么办 看些 OK 打开麦克风的设置 给声音 OK 放效一点 OK 放效一点 会影响我的 OK 那我再试试吧 叫做门槛 哦 他给你累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 叫做门槛 他能够帮助你去 在就是好事里边 又有门槛的实力 求得的一个机会 你想想 如果说 如果说不是大学教职 要有一个门槛叫做博士的话 我们这种普通人 我们这种普通人 有几个人能够进入大学去教书呢 这个门槛 这个门槛 极大程度上面 帮助我们 实现了 找到一份累积性的工作 这样一个小目标 什么叫做累积性的工作呢 什么叫做累积性的工作呢 就是这个工作 随着你的年龄 不断的增长 日子有功 过一天 过一天 有一天的功劳 他在不断的累积性 而市面上很 而市面上 很多的工作 它是消耗你的 它消耗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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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工作 它是消耗你的 它消耗你的 它消耗了你的 你的 你的青春 消耗你的年华 而你随着年份 增长的经验 又不是一个 非常强的正相关 可能 OK 里边有个 生死 帮助我们 大学去教 做博士 你想想 如果说 不是大学教职 要有 不是大学教职 教职 教职 OK 教职 然后 有 有功 有一个门槛 叫做博士的话 我们这种普通人 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 能够进入大学 去教职 这个门槛 极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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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帮助我们 实现了 找到一份 累积性的工作 这样一个消耗 什么叫做 累积性的工作 累积性的工作 就是这个工作 随着你的年龄的 不断的增长 日子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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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天 过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的 它在不断的累积性 它不断的累积性 而市面上很多的工作 它是消耗你的 它消耗了你的青春 你的青春 消耗你的年华 而你随着年份增长的经验 又不是一个非常强的正相关 可能前三年正相关 然后之后就是这样 之后可能这样了 之后可能是这样了 所以这种累积性的工作 所以这种累积性的工作 又加了一个门槛的话 又加了一个门槛的话 我觉得还是对于普通人 非常非常大的福利和庇佑 他说的对 觉得他说的对 就是 同时呢 我觉得还建议大家 思考的时候 可以想这么一个方向 可以想这么一个方向 我们都会去 所以说是很良性价格 这个很真实 这个很真实 也很能理解 这个很真实 也很能理解 如果说大家不去读博士 有一个自己非常心爱 然后有招换 有理想 或者说哪怕你觉得 普通很舒服的这样一个工作 就适合你的 你开心的 你如意地工作的话 我觉得可以不去读 甚至可以不读研究 甚至可以不读研究生 直接去工作 但是对于好多人 没有什么喜欢 没有什么喜欢 或者不喜欢 对吧 然后也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这种 念想的时候呢 我还是建议你 既然读了研究生 就去读个博士 by the way 我这里插一句 经常有朋友来问 经常有朋友 老师你 说我是不是应该 应该读个博士 我觉得你这个 读个博士 画的 我就 听你了有点奇怪 语经语调 和我理解的 此时此刻的这个 市面上的现实 是不符的 不符的 市面上的现实是什么样的 是你一个人想要在研究生毕业里面 在研究生毕业以后 在国内 或者是国外 或者是国外的 学金也非常少 然后找到一个 适合你的博士的 这样一个位置 就是博士候选人的位置 就是博士候选人的位置 3分钟35秒 OK 明天继续吧 啊 脸呢 OK 17分钟 可以的 咬 我 请 除